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强 好 那问题是 你手头边有没有股票啊 有没有赚钱的股票啊 这才是重点 所以整个三月份 是不是就像郭文老师 这个之前 已经多次跟大家报告 今年整体的这个股市的行情 一定有行情 尤其是最坏的情况 已经在去年结束 那去年因为 这个整体 因为升息的关系 升到让整个全球的股市 都几乎都崩盘嘛 台北股市也一样 最坏的情况已经结束 那即便 这个美国FED Bauer 他刚宣布 也就是升息 而且连台北 我们这个台湾这边 我们也升息了半码 但是这整体的形势 整个基本上 其实大家都知道 已经基本上尘埃落定 为什么呢 我们一定很确定 今年升息不太可能 在上去年 还有这一次的金融风暴 最近这几天 好 这个三月多 三月中左右 我们这几天 这一年一个多礼拜 我们在跌什么 其实就在跌 因为FED升息 鹰派的升息 猛烈的升息 暴力升息的结果 造成有美国的一些银行 已经开始在 这个撑不住 有得倒了 甚至像大到不能倒的 瑞士信贷 也真的出了状况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 耶伦 他已经公开对外讲了 他已经今天 又是释放了强心针 所以让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 在美国民众 只要存钱 在美国的银行 基本上没有什么情况 会领不到钱 那还有瑞士信贷 又瑞士的银行 已经出面相救 所以基本上整体 只能跟大家讲 最后的情况已经过去 那么接下来呢 台北股市表现的空间怎么样 当然是我们的强势股 再三的 你可以看得到 台北股市非常之强 我们的OTC 我们很多的股票 包括今天 我们恭喜我们的会员朋友 包括保胜光学 我们再拉第二根掌停板 这个真是恭喜大家 而且保瑞也没有完全在休息 我们保瑞这档 这个生计股王 很棒 当然目前为止 我们从进 我们的会员朋友 尊荣朋友 跟我们特别会员的朋友 从2月23号进来之后 各位 你已经享受到三根掌停板了 那所以 包括保瑞 联勇 群联 神准 他们的股价都是在创 波段的新高 所以呀 今天我们节目要跟大家报告什么呢 来 先进我们节目平台 我们把这 我为老师 头上这 大大的QR call 扫起来 我为老师 这头上这一片天 就能够 让大家快速的 在 在今年 在今年掌握的行情 上市之后 大转一个波段 好 为什么我们敢这样讲呢 来 好 很多的部分 很多的朋友 操作过程当中 难免遇到很多的疑惑 像我们今天又有其他 这个我们的 威家族这边 我们又收到 我们的求救的讯号啊 那有的人也许也是看到 哇 这个少年古神 有的人又在长荣这档啊 冲到简直是冲浪到 违约交割的情况 好 那我们希望这个情况 不要发生 所以我为老师这边 我们又在 在收到了我们一些 年轻世代的朋友啊 其实基本上 这个股市的小白 好 其实有很多 这个我必须要讲 刚出入 好 一个 股市 这个股市 大海茫茫 好 有很多人如果 我们事先没有准备完功课 我们就下场 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们再三呼吁哦 我们的这个 特别是股市的小白哦 各位 你真的尽量 你不要用融资去操作 不要在 这个在还没有 翅膀还没有长印之前 我们就直接去跟 这个券商这边 我们就在那边 用融资来做操作 这个会害死自己哦 所以我们只能说 各位 不论怎么样 这个威老师这边 我们有以最优惠的方式 欢迎大家加入 那我们直接拨电话进来 就能够 哎 好好的抢救你手头边 你应该保有的资产 甚至我们有机会 快速的 让你目前亏损的 很快就赚回 你当初 下去的资本 甚至 我们有机会让各位 在今年的行情 获利翻倍 好 0800 370888 我觉得 在这个情况之下 要操作今年的台北股市 比去年容易多了 想要从去年 反败为生 也简单多了 好 我们速速拨电话进来 很快就能够翻转各位的命运 好 那 威老师一样跟大家推出的是一个所谓的价差班 为什么呢 高调节低竞产 赚价差 这就是威老师最重要的成功的胜利方程式 这部分不仅我们去年很多 我们这个在下半年 那时候我们抢救了非常多的 我们投资观众朋友 因为很多人 其实Mega看起来很容易 说实在 要领悟也颇困难 那最重要很多人是挂点不在于你进场的价位 其实很多人最惋惜的是他这个有没有愿意在高档的时候愿不愿意做调节 真的你当你赚到很多的数字的时候你最心中最大的挂碍就是这一点 很困难 很多人不愿意在高档的时候下车的 受不了觉得一定还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只能跟各位讲 其实今年的市场非常的这个充满了机会 那各位 你只要愿意跟威老师 这个按部就班 我们就做该做的事情 那进了这个市场绝对会给你回报的 没有问题 而且今天这个我们又收到一部分的一个求救讯号 都问题都是卡在去追高 那他的股票 我必须要跟我也直白的讲 其实这个问题不大 他未来的产业前景真的问题不大 只是在于说你可能看不清楚前面的一个 未来的成长前景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你以期招来招去 中来中去 当冲来当冲去 你为什么不直接就拨一通电话 0800370888 威老师直接把我们私房财 我们的口袋名单直接送给大家 那今天呢 我们的也恭喜我们的会员朋友 这个其实我们的一般的普通会员朋友 各位你就直接连续两天享受到两根掌停板 恭喜大家 这个保胜光学 那事实上保胜光学的一个重要的题材 除了他营收获利表现真的很不赖之外 很重要的他毕竟还是具有军工的题材的光学镜头 好那现在很多人也给他自己按打很多的题材 但是保胜光学有故事的 我们稍晚跟大家报告 但是跟大家恭喜 大家又再度赚到了第二根掌停 而且他是我们的一般普通会员 我们在百元以内我们就买得到 其实你以其去闯荡很多 非常惊喜 现在这个全天的成销量都不到一千张的个股 总来总去 说实在你为何不跟着魏老师的操作 其实你知道这个我说实在 比起你未来的获利 这些会员 这个一点点的会员费真的三两天 各位你的掌停板就把你救回来了 我讲的都真的 所以我只能跟各位讲 我们一定要掌握今年很重要的机会 今年的一个机会 就是在至少我们破题就跟大家报告 因为有的人会担心 至少FED的升息 他自己也有所警惕 他不敢再像去年一样随便的暴力升息 雷银行体系的出大事 所以我相信他今年绝对 要再升息空间有限了 如果他在这个升息的幅度 这个受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制约 因为金融有的人已经动被掉 开始出台机甚至倒闭了 所以他在这方面绝对会手下留情的 那么在今年的情况之下 股市如果 像今天为什么美国股市 四大指数全部都又开始放鞭炮呢 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已经讲了 强调说 这个不论怎么样的情况 美国他至少 叶伦会让大家都能够从银行里面提领得到钱 这些部分不论星星寒话或者实质的作为 都是市场非常重要的强行政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很多人又觉得台北股市怎么今天 怎么没有跟着美国股市涨 哎呀一下子涨一下子 真的是看不懂 的确你看不懂就来找五位老师 因为呢 今天毕竟是个礼拜五啊 那下个礼拜的行情里面 他到时候又有一些投信啊 跟一些法人啊准备要做结算了 所以下个礼拜 其实行情开始震荡又稳荡 即便你这个礼拜 大涨了461点 整个台北股市是大涨的 所以很多的事情没有什么所谓的不可能 好所以我也只能讲下个礼拜行情有没有 你看光这个礼拜各位你光看大盘 这个一下子就已经让我们的MACD 已经开始复转症了 开始有了红色柱状体 所以行情来了 但是下个礼拜你能不能吃得到 我预估威老师预估 我们下个礼拜一定有这个机会 我们有机会去攻克万六 但问题万六攻上去之后会守住 是不知道 因为现在都在讨论国安基金 要不要退场 那接下来4月份马上这个蔡总统 他要访问这个要访美了 那么这个马前总统 现在又有很多震荡的消息 说什么他访中国对不对 哇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上下的震荡起伏可能会很多 所以我只能说下个礼拜又会很精彩 行情震荡上下不难了解 但是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你又在郭老师让你买进的价位 买进了台积电赚到了钱 哇这个台积电这两天呢 这个整体的MACD都非常的漂亮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是跟大家报告 最重要的是威威老师带领大家好 该进的你有没有做这个动作 该出的你有没有舍得出的掉 好你又把他出掉 那你不要在那边想哦 你只要跟着威威老师这个方式步骤去进行 我相信绝对让大家有机会能够在这一波的 漂亮的波段的行情里面 大家都应该要赚得到钱 连你没有机会没有时间 你工作忙或者你谈生意很忙 或者是董娘急着要到各国去玩 或者是股市我们的小白刚进场 好你光看威威老师的我们的封面 每一集的封面都是非常重要的讯号 为什么我们光看这涨停板就可以直接从 好我们昨天报告的五灯奖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三月强势我的讯号 我们光讲像宝胜光学破题 我们就跟大家讲为什么 他凭什么他可以赚两根的涨停板 哎他的营收获利他就已经创新高了 而且光是去年的营收 好光是去年获利 他就已经年增75%了 每股存益达到3.8%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营收光 营收啊 这些部分也许你会觉得 哎他比较暗部就班 各位好 宝胜光学是何许何许的公司 好他其实啊 他就是大力光 创办人好这个林董好他们啊 林董好他们自己创办人好自己早年他就已经呆过的公司 那这大力光的两位创办人呢 他们在这个初期参与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带过宝胜光学 他们在研究大力光啊 未来他们创立的时候他们可以带有什么样子的专利 好什么样各部分 哎 Key Gates就在宝胜光学 他们离开宝胜光学之后 好他们后来才创立了大力光 才有今天的大力光 所以啊 宝胜光学其实是一个老牌公司啊 那他1970年创立的时候好 距离今年啊大概三四三十多 哦 已经四十多年了嘛 好他1970年创立的时候好 好那宝胜光学他啊 这个也一路好他都是在台中台中地区 那他研发的就是各类的光学镜头 但是这一波为什么好能够的 除了他营收获利表现好 已经开始创高 这个大家其实都知道 但是另外一个大家比较没有去留意到的 最主要还有所谓的 他的光学镜头啊 算是目前少数数一数二 打入了军工相关的题材 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会知道 哦为什么宝胜光学 这段时间这么的强 军工概念股 这个毕竟啊 四月份到时候 这个不论是蔡总统或者是马前总统 他们都各自有忙的行程了 这里面到时候两岸的震荡 好台海之间的震荡好美国跟国际之间 美中贸易的角力啊 到时候都有可能会在台湾的台股发酵 很可能到时候又变变变变了 但是军工概念股很可能又会是一只毒手 所以光是宝胜光学哈 为什么威老师让大家在3月15号的时候 67块2当时买进的时候来 他除了跌破了月线之外 很重要的相关的讯息哦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好我们在3月15号让大家67块2买进 好那呃也因为这条月线好月线好 他跌破了月线好 所以威老师好让大家哎 也开始准备就让我们的会员进场 那好就在这几天之内 哇这个果不其然 月线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哦 跌破月线买点浮现哈 那所以进场之后哎没多久 真的保证光学开始哦就不一样了 那昨天好让我们大这个赚 就是至少我们在昨天赚到了一根掌停板 那在这个昨天赚到了一根掌停板 是23号嘛 23号85块 好价差就已经有17块8了 各位那现在光今天又来到了93块5 哇他我们的很多的会员朋友 其实大家就是基本上真的是 暴掉好暴掉 这个来义共暴掉 这就是完全是在你的掌握之中 你看好你要感谢你自己 因为你收了威老师的盘中抠讯之后 你有确切去执行 那这里面光价差就已经有26块3了 好那这里面这个涨幅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15号一直到24号 就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而已 我们让大家拥有的涨幅 就已经将近40%了 所以是非常的强的 我们讲到前面 我们就是有机会 我们用开大门走大陆的方式 让大家都能够让我们的会员朋友赚得到钱 我不用隐藏 这里面其实你光看保瑞是不是 威老师让大家这个尽其满进的保瑞 这个波段我们去年这个波段已经这个有转过一波 但是保瑞在今年我们这一波段 我们让我们的会员朋友新的会员朋友 为什么要进场来埋伏这个狙击或者这个就是来进攻这个保瑞 为什么我们没有去买药华药呢 药华药是一个去年清高两百条的大的股票 药王对不对 今年为什么他在前 这个光是我们要买进的时候 3月中左右3月15左右 其实药华药也一直都还蛮强 但是他跟保瑞之间重要的差距 其实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美国 因为保瑞他方形的可转化公司债 他的价位产生了一个特殊点 因为靠近300块 那可转化公司债代表什么呢 就是他把他的债务要还债的部分 其实到时候他印股票就能够还清债务 当然那是必须要怎样 必须要他的营收获利表现要漂亮 否则到时候你的营收获利表现 你不出色 到时候这个股价没有涨 而且债务你恐怕营收获利出不来 你怎么还债 对不对 所以呢 保瑞的部分今天有另外一档很有意思 叫大雅对不对 好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我只能说 因为他发行可转化公司债之后 哇 这个有些大户就真的是病病病病了 那今天这个大雅 哇 不断创高 哎 人家又想说你大雅在长什么劲 你前一段时间 电线电缆 哦 是 可是今天好像 中兴 中 这个中兴电呢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 嗯 华城虽然都有一些洞 但是今天怎么都没有你大雅来的精彩 各位 因为大雅买了保瑞 因为他有成为他的 呃他买了大概几千张嘛 三千多张 这个数字万一记错没关系 反正总之呢 他就是这个大买保瑞的大户 好 那今天哇 你可以看到他今天量突然爆出了 呃这个五千 呃五万七千多张 那好 那问题就在就来了 这个保瑞 哦 这为什么他这个如果不是电线电缆的一个 重要的议题 那你这个 呃 如果这样说起来 那他跟保瑞的关系 好 呃 又为什么会带动大雅 好 这么大的量 因为各位 保瑞多少钱呢 今天保瑞斗银盘中一度 都已经来到了700多块 好 那 我拿 我们的会员朋友就算好 前一段时间没跟上 已经很欧了 你在这边继续你要再去追 哇 又是600多到今天盘中最高 好 这个都 这个 来到了654了 好 那今天 好 礼拜五盘中最高都已经来到了700 103块 几乎都已经创挂牌新高了 那我现在再去追这个 岂不是阿达 好 已经都已经来到了700多块 几丁 我们就要70万呢 好 那70通班了 那对他们来讲 哎 当然还是一个 买了保瑞的大雅 他现在股价多少 他今天的股价了不起 就是26块1啊 26块15而已 我买这一张大雅 我了不起大概就花个两万六 何乐不为对不对 我们也顺便搭了这个保胜光学 搭了这个保瑞的校 有什么不好 如果我们现在啊 我前一段时间500多块钱买不到 在一路已经飙到700多块 我从这个差不多500出头 一路就让大家已经赚到700多块的保瑞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中间的三根掌停板 我这样图乎复复啊 我基本上我现在怎么追 很难追也不敢追 光中间我们的会员朋友一路上来的 我们就已经赚了将近200块 那个价差已经190亿了 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基本上保胜光学两天连两根掌停板 今天啊 这个赚保瑞 我也是连两根的掌停板在昨天 今天虽然没有撞到掌停板 他股价一样创新高到703耶 所以 这个很多人就干脆就赶快跑回去买大雅 就是因为这样 但是我们只能跟大家讲 我们微老师让大家进场的一个点 绝对会是一个 对大家一定有机会赚到波段 最重要的点在这里 所以 我也只能跟大家讲 开大门走大路 我也不担心 大家来跟微老师要了口袋名单之后 就如何 因为口袋名单给大家 大家能够有机会 甚至我都把它放在封面有些部分 那你放在封面 如果各位能够帮助的到你 我微老师也非常开心 恭喜你赚到钱 可是你有进场价位吗 好你就算是买到相对便宜 你看着微老师这边的操作 问题在于什么 你有些时候你在高档 你该出或不出 你有些时候一出 哇你就觉得太可惜了 太早卖了对不对 好有的人在这个前几天假 那个你买到那个宝瑞 好你光这一档 你你多可惜 你如果一大早你又把它卖掉了 来隔天 再不断的好 这个宝瑞不断的嘣嘣嘣 好 好这不断创高的过程当中 你永远图这个真的是 每天都要大探可惜 那当然今天有人去进大雅 好这也是一个方式 好但是微老师也是祝福大家 但是我只能说 你如果看到微老师的股票操作 这绝对这将近200块的宝瑞 你怎么有可能赚不到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太可惜 那还有呢 我们的汪文铺有些高价股 这个联发科最近情况也蛮稳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今天 比较有一点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再特别讲到联勇 联勇这一档个股 你看我们别的不讲 我们从去年 这个都是证明 我们正从去年 10月份戴阿玛 一路 你看 10月27号 再挂300多块钱 1月6号 2月17号 如果你通通没买到 哇这些部分 我该怎么跟你讲 跟各位讲多好 你真的是未免太可惜 你看2月22号 而且你看我们这上面 中兴电不论是创业联勇 中兴电光是这上面 你看巨勇 中兴电 这个波对 让大家赚到了多少 所以魏威老师 为什么跟大家报告 你光是看魏威老师的封面 你都能够赚得到钱 你甚至真的光看封面 光看封面的字卡 那你这个联勇的部分 你看他2月17号 那时候陆陆续续 魏威老师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这个绝对是挑战500块的股票 今天呢 今天就已经一路 从去年10月3号 他算是N字形的往上冲 到3月15号的高点 已经来到了435块钱 那这中间波段 魏老师是不是带大家都有赚到价差 那别的不讲 你如果是以2月 10月去年 这个半年之间 10月3号215进 到现在的435 哇 你光这个波段 然后除了435之外 魏老师也让大家在3月16 有的人静静处处 我们的会员朋友不可能说 都同一提示 有的人要上车 有的人要下车的 那 我们就有一个可爱的 这个高妈妈 这个 他毕竟已经也退休了 就是今年他刚退休 也领到了一笔退休金 好大一笔 那他就觉得说想要操作看看 这档个股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会员朋友 今天还送水果来 高妈妈的故事 高妈妈今年她刚退休没有多久 从金融机构退休 领了好一笔退休金 他在金融机构 他也不是完全 但当然他并不是直接在做什么交易员 可是他自己本身其实也都在买 包括像是这个投信啊什么 包装的一些基金他都有买 可是说实在 他为什么要跟魏老师来操作呢 有几档个股正好正中他的心 都是开大门走大陆的股票 而且在联永的部分 他以前他正好早期曾经有操作过 那后来因为也忙碌一工作 不管我们的这个高妈妈 他进来跟魏老师操作这一档 他觉得不错 他听了其中其他的几档 有赚到钱之后 他跟魏老师这一段操作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我们这位可爱的高妈妈 他真的是 我觉得他自己本身也要感谢他自己 他那时候花了200多 200出头而已 200多万 他就买进了10商的联友 那200多万 他今天光是来 你知道我高妈妈赚到的钱 今天他都已经超过 大概有总加记起来 249万多了 为什么来 他那时候200多万进 跟着魏老师 他那时候一口气他买 因为联永这档股票 他也知道一部分 所以他当时就买进 因为真的很低 因为以前你去问问看 联永多贵啊 好那好不容易去年跌到这个价位 还跟魏老师一路进哦 各位啊 他在3月15号的时候 高点435 他当时有一部分 他有处理 那你想想看 他当时处分完了之后 当时魏老师让大家处分完之后 有一部分哦 他还有跟着这个波段 他在4408块 又跟着魏老师在进 好再加码 你知道吗 他在这个情况之下 哇光是这个波段 我们价差在前面一个波段 已经赚了 前面一个波段 已经是220了 对不对 他这个波段 这个高码 真的这个难 他会送这个水果 我们今天我们同事们有分享到 然后他第二波段 哇居然他也跟着再继续 又再加码 然后20 这个波段 在光16号 到这个波段 他陆续再加码 哇 他光是连勇 他就已经又赚了 一张 一丢的连勇 他就赚了29块 光是这个波段 他的一个连勇 他今天开心到不得了 他后来 今天他有做 跟着魏老师 因为今天礼拜五 我们有做一部分的处理 你知道光这个波段 他投入了200多万 不仅他后来他跟我讲 他后来做的一些相关的结算 他已经目前为止 要 已经靠近了250万 他是264万多 所以他基本上当时投入的 在这个半年多组的 他基本上都已经赚回来了 他的十张的连勇 给他最大的回馈 所以我也只能跟各位朋友 报告 这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我也跟高妈讲 他非常的开心 我们也只能说 他这些资金 我们后来也建议他 他依旧 处理完了之后 他依旧持续 他加码在台股 凡是你从台股里面提的款 你就他的 我们也跟他讲 你不要超过过度 一定也一定 不是说退休金领了 就全部那个 他在去年 他一领到退休金的时候 他立刻 他就做了这方面的一个相关的准备 果不其然 那退休金 我觉得是温透懂的 你基本上 没有其他的一个压力 那高妈妈在退休了之后 他加码的联勇 让他开心赚大钱 非常棒 所以我也只能说 他接下来 他赚到的这些钱 他依旧 他也跟我讲 他持续还会在股市里面滚动 这就是我们最赞成的 你愿意高调节 你才能够赚得到 刚才我们讲的N字形的价差 那包括像是群联 群联1月16号的时候 我们让大家355块买进的这个价位 好 那我们在376左右 我们让大家做N字形 我真的觉得 有些时候 如果你像高妈妈有些人 他愿意一波段拉很久 那也是一个方式 但是他盘中好歹 还是跟我们做了一部分的价差 甚至有的人 他就会持续再加 那么我们有的 我们在这个群联的部分 355进的时候 我们在375 盘中高的时候 我们觉得盘中高的时候 我们让大家 至少我们都有20块的价差 赶快 因为我觉得 有些时候 他当他不是高点没有突破的时候 我们就让大家做了一部分的调节 那我们处理掉之后 我们有让大家至少我们在333块5 我们让大家还是有这个16号 我们再持续进 因为跌破季限之后 买点复兴 我们让我们的投资朋友 我们在群联的这一档 我们让大家再做一个波段进 各位 光是今天 他们又在今日高 又已经来到了380块 股市其实真的就像Tel Tango 它是上上下下的 那么光是这个波段 第二个波段 我们让大家进的这个波段 光第二波段 他又赚了40块6 所以这两个波段 前后我们至少让他赚了 大概就有66块5 好 那除了他之外 其实 我们已经讲过 这N字型的操作哲学 真的大家把它听进去 还有包括像神准 他有些时候 短期之内 他的波动大 你如果不做他的一个 如果你不做N字型 你真的没有办法去享受到中间的价差 这就太可惜 甚至是这样 我们让大家前一个波段 这个3月2号 好 我们就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320块进 好 我们在361块的时候 我们就让大家有做 有赚了一段 一个波段的一个价差 41块 那光这个价差就已经41块了 我们在3月16号的时候 回档的时候 我们让大家 因为他又跌破月线 又让大家进 在317块5 也许很多人讲说 哎呀 我早知道 为老师我不要在这个320的时候 我当时这个赚 你看我今天 好 这个317块进 其实我并没有差 好 我并没有怎么跌 我都没有怎么做转换 其实我们跟大家讲 最可惜的是 如果你没有赚这个波段价差 你就少了41块钱 那你这41块 你在317块5买进 这个再次买进神准的时候 这也不是多便宜的股票 这也是个高价股了 你这里面其中如果41块钱 好 你是用股市里面赚到的钱 再进场去买 那么今天 你是不是觉得投资股票 又更加轻松 所以为什么 魏老师已经跟大家报告 今年轮动轮涨的行情 你只要 你心里担心害怕 其实不用担心害怕 你只要愿意舍得 跟魏老师 你做高档的一个调节 像刚才我们讲的群联也好 或者是神准也好 你中间的波段价 他那个N字形 在高档起伏的时候 你就赚到了 而且你接下来 一路你再持续再加码 或者是你接下来看 把这个前面的持股 调节完之后 在进场的时候 你沿路都非常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从股市里面提款 再来买同样一档股票 所以我们只能跟各位讲 这行情一定有一定在 只是因为这个信心 跟着魏老师的操作 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魏老师给你加持 给你不断的催促你前进 就是在高档的时候 你要舍得买 好 那我们欢迎我们的朋友 持续赶快 扫上了QR Code 或直接拨电话 0800370888 直接拨电话进来 口袋名单 直接送到你的手里 我们这个进到我们的 这个直播平台之后 扫了QR Code 别忘了订阅分享按赞 以及说你要叫插班 你就会立即获得口袋名单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下周公万六 跟着魏老师来操作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赚得到 你现在从去年不断损失到 亏损到的套牢到的 今年一定有机会 在魏老师的手里面 直接让各位能够赚得到价差 而且能够成功的反白为胜 好我们等你的电话咯 今天节目到这里 拜拜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好 好